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一个时期,无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都发展到了一个最高峰,尤其是唐朝初年,真可谓是英雄辈出的时期,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之后,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, 为大唐基业的开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比如秦雄、魏池公、程咬金等等,都是唐朝元老纪人物,有名将、有精兵,再加上出现了李世民这样的英主,对外扩张自然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,唐太宗时期,在对少数民族作战过程中,取得了多次重大胜利,因此唐朝的疆域面积十分广大, 然而,这种盛况没有维持多长时间,唐朝便面临着另一个重大挑战,这个挑战就是来自西边的土藩政权,土藩政权在唐太宗时期,被唐朝非常仰慕, 松赞干部还专门派陆东再来唐朝求婚,后来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了松赞干部,给土藩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耕种技术和生产技术,促进了土藩的发展, 然而,这种和平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,公元650年,松赞干部去世,公元667年,陆东赞也去世了,此时的朝政掌握在陆东赞的儿子论亲灵手中,论亲灵是土藩著名的政治家,军事家, 或许大家不了解此人在土藩历史中的地位,但是一旦你查阅此人的资料,可能会被此人辉煌的简历吓一跳, 论亲灵绝对不像他的父辈那样热爱和平,在他的脑中始终信奉一个词,过长, 于是公元670年,论亲灵攻占了秋辞金新疆库车,燕吉,书勒金新疆踏实,绿田金新疆和田等安西寺镇, 彻底将唐朝与西域沟通的交通线路给切断了,其实这已经是向唐朝开战的信号了, 于是公元670年8月,唐高宗派薛仁贵去征伐土藩,给土藩点颜色看看, 出征之前,唐高宗自信满满,小小一个土藩,当年贵求天朝赐婚,如今大唐派名将征伐,估计早就吓鸟了, 但是令唐高宗没想到的是,薛仁贵百战,百胜的技能似乎在对战论亲灵的过程中失效了, 十万唐军被论亲灵打得落瓜流鼠,不仅俘获了唐军所有的粮草自重, 而且还俘虏了很多唐军将士,这让薛仁贵从神坛上一下子掉到了谷底, 打了一辈子仗的薛仁贵怎么也没有想到,自己最后会在阴沟里翻了船, 打败薛仁贵后,青海西部完全被土藩控制,而论亲灵一战成名, 死后更让唐军为之胆寒,而这场战争史称大飞川战役, 是唐军征伐外族外的最惨的一次战役, 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,土藩控制西律之后, 想要继续扩张,稳固战果,而唐朝也十分不甘心, 于是多次派军讨伐,先后派出李靖玄,神礼等等,都被论亲灵打败, 很长时间让唐朝颇为头疼,大将裴行俭就曾经这样评价论心灵, 心灵为证,大臣积木,未可图意, 足可看出论亲灵掌政期间对唐朝产生的威慑究竟有多大, 后来在武则天万岁通仙元年六九六,亲、领童弟弟赞托统帅繁平, 在肃罗汉山金陶州一带,打扮了前来征伐的唐军, 唐方大将王孝杰因此被免为庶民, 楼师德被贬为元州元外司马,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论亲灵都成为了唐王朝的一个噩梦, 但是后来土藩内部发生内乱, 土藩赞托认为,论亲灵兄弟执掌朝政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, 于是发动政变,将论亲灵的两千党羽全部补杀, 后来论亲灵的军队与赞托的军队发生激战, 最后论亲灵兵败自杀, 自此大堂无留意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